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图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郭艾伦 那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一场比赛当中郭艾伦是没有能够出场 在赛后有记者询问到杨明 郭艾伦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出场的时候 杨明表示一方面是有上另一方面的话呢 有一些个人事务要处理很快 很多的媒体就已经爆出郭艾伦之所以是没有能够去参加首轮比赛 是因为处在竞赛季 上赛季的话 由于郭艾伦私自穿了一些违规的衣服 出现在比赛场上 那导致他是被CBA联盟进行了处罚 据说处罚的金额高达110万 那如果不缴纳这个罚款的话 郭艾伦本赛季是没有办法能够出场比赛的 此前广东队包括杜丰在内的五名人员 也是顺穿了这样一个违规的衣服进场 被罚款总金额高达200万元 那其实广东也是一直拖着这笔罚款没有交 直到季前赛结束之后才交了这笔罚款 那这样的话呢 杜丰和这四名球员都能够上场 因为我们看到在季前赛当中 这四人加上杜丰也是都没有能够出现在CBA的比赛场上的 所以说CBA在这方面的执行还是比较严格的 当然你要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一视同仁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会被大家说出什么 那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你所执行的这些规定 其实更多的只是针对于球员 而对于资方对于俱乐部 他们违反规定的时候 CBA是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处罚的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对吧 倩兴这在任何一个世界联赛当中 一个篮球俱乐部 甚至是整个体育职业足球俱乐部当中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 肯定要遭受严厉的处罚的 那有些体育竞技俱乐部因为欠信的事件 是直接可以被罚积分 甚至是被罚降级的 但是我们知道上个赛季山东南南 希望集团一直是拖欠球员的薪水 多达一年之久 那希望集团的球员忍无可忍 18名球员在今年夏天联名上书 集体讨薪 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之后 对吧 大家也明白 其实上个赛季希望集团欠信这个事情 蓝鞋一早就知道 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希望集团做出任何的处罚 仅仅是电话催促他们赶紧解决这个事情 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曝光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球员在赛季中期没有把这件事情曝光 也许是受到了某种压力之下 才决定隐忍不发声的 结果希望集团一直就拖着不给 球员忍无可忍 才在今年夏天把这个事情给捅了出来 那面对俱乐部 面对私方 他们去也随意的违反规定 这边CBA是不做任何的处罚 可是一旦有球员违反的规定 他们却要去进行严厉的重罚 而且严格的按照规定去走 这种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击的行为 或许会让很多的球迷以及球员 感觉到非常不满的 其实广东也好 包括郭爱伦也好 他们一直拖着这个罚款不交易 也就说明了某些问题 他们其实对于这种操作方式也不满 说实话 不论是以前的110万 还是现在把这个罚款金额降到了65万 那对于郭爱伦来说 虽然你不能说是一笔小钱 但是要知道郭爱伦 年薪加代言一年的收入 可能不下两三千万 他也不是交不起这个钱 那为什么人家都不愿意去交这个钱呢 很明显就是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而且更让人恶心的是 像郭爱伦 他是一个成名的球星 所以说他在第一次违反这样的规定 就是我不小心穿了一些违禁球衣的时候 CBA公司是没有通知他的 他是给他攒着 攒的差不多 累积罚款够一个比较大的数额的时候 他再去跟郭爱伦说 你看你几月几号违反规定 穿了这个球衣 几月几号又违反规定 穿了这个球衣 累积起来一共是多少钱 你要把这个钱给交一下 说白了就是要明显坑球员的钱嘛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他罚的这个款 累积的这个金额还是比较高的 哪怕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你减了之后也有60多万 这样的一个罚款 对郭爱伦来说当然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一些年轻球员 尤其是出境联盟的球员来说 那这些钱就是一笔巨款 他们可能一人的工资都还不上 所以说CBA公司在对这些球员的时候 他可能第一次违反的时候 他就告诉这些球员 因为他知道他交不起这个罚款 而对郭爱伦 对吧 包括像广州的赵瑞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罚款了 对于这些球员 你不是有钱吗 那我就给你攒着 我就要坑你一笔 更是因为这种行为才让 说球员还有这个 包括一些球迷感觉到非常不满的 你不仅是严重的双标了 而且是区别对待自己的这种 具备极大商业价值的球员 那这样的一种CBA 一种篮鞋的话 如何能够让人幸福呢